在星期四,上千名群眾聚集在雲南昆明街頭抗議市政府啟動的煉油項目 抗議民眾說他們寧願要健康亦不要快速發展 抗議群眾一度與警方發生推撞,但並沒有太大的肢體衝突 大約有2500人參與了在昆明的抗議 昆明市政府上個星期曾經表示,新的煉油廠將會符合環境標準 每年生產1000萬噸原油,對地方經濟發展非常重要 但當地民眾擔心煉油廠將會對空氣和水質造成嚴重污染 抗議民眾劉女士說 我們昆明也只剩下藍色的天和白色的雲和好的空氣 如果要在我們這裏建一個1000萬噸的煉油廠 我們堅決反對,我們不願意生活在沙塵裏面 我們堅決反對建煉油廠,堅決反對PX 項目 我們完全反對,我們要的就是鮮花好好長 我們每一個婦女希望自己漂亮 近年來在中國有關環境問題的抗議 訴訟和討論越來越多 特別是針對石化項目和煉油工程 在大連、寧波、成都等大城市 都曾經爆發大規模抗議 要求當局推遲或者撤銷有關計劃 另一名抗議民眾劉小姐說 我覺得我們雲南人現在過得很好 我們不需要什麼高速發展 我們需要健康、平安地過下去 在昆明的示威遊行當中 民眾和警察一度爆發推撞 有兩個人被當局短暫扣留 但隨後獲得釋放 昆明市副市長何波來到抗議活動現場 試圖與群眾溝通 何波身後跟隨著中國官方媒體記者 但由於找不到抗議群眾代表 何波隨後在保安的護衛之下離開現場 美聯社報導 昆明抗議突顯出中國政府在環境保護上的承諾 並未得到民眾認可和信賴 在這個星期初 雲南省發改委副主任馬曉佳慧煉油廠項目辯護 但表示有關的環境評估是機密文件不可公開 這番說話激怒了當地民眾 要求政府公開有關調查報告 謝謝大家 謝謝你們 謝謝你們 謝謝